娱乐你我他生活靠大家追星的朋友看过来 八卦的朋友看过来 不了解的朋友更要看过来 这里是八卦先生 欢迎您的支持和订阅 每份汪峰发歌必有恋情曝光 如今似乎已经成为了娱乐圈的一大魔咒 4月20日汪峰新歌发布之际 结果先是遭遇关晓彤掐点 为陆恒请身撒狗粮 接着前锋碰成肉球霸占热搜 而最大的刮目过于媒体拍到屈楚香 与爱情公寓舞中出演咖喱浆的演员万子林甜蜜出行 屈楚香骑行60公里 在女友万子林赴红螺丝约会 从媒体拍到的视频来看 屈楚香骑着摩托车载万子林起伏 游玩期间两人也都是有说有笑 还在一棵树后旁若无人的拥抱 场面一度舔到后 而如此甜蜜的场景也引得不少网友感慨 屈楚香终于使向了自己 在社交平台上许下的愿望 骑上了街车也宰上了心爱的姑娘 但故事接下来的发展却实在是出人意料 这边恋经传闻男主角屈楚香 果断发文否认称没恋爱 还贴心的照顾了一下女方的好姻缘 都当街搂搂抱抱了 还不肯承认恋情 这还了得 就算网友答应 万子林也无法忍受啊 他立即发文回应 我被分手了 这句话既证实了媒体拍到的是事实 也指责去楚香敢作不敢当 去楚香居然又在朋友圈来了一句 你说是那肯定是了 回应万子林 意思很明显就是称自己遭万子林算计 女方接她炒作 甚至可以脑补成万子林你太卑鄙了 居然照狗仔提前蹲守我 且不论万子林是否联合狗仔蹲守两人恋情 居楚香在拍到后 极力否认恋情 首先就不厚荡 另外在女方持人恋情后 她居然还狡辩 并且指责女方就更不像个男人了 只不过是一段恋情被曝光而已 至于否认加摔锅嘛 她到底担心什么 难道担心恋情曝光后会影响她的事业 可是娱乐圈很多前辈在恋情曝光后 依然活活活活再说 她又不是流量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所以有网友质疑并不是担心影响事业 而是想继续立单身人设 甚至想利用单身继续 却撩她那些18些女星 除了去储销亲自下场内恒万子林 她的一帮圈内好友也拔刀相助 因在最好的我们里面扮演学亮一角 受到关注的演员刘启恒 爆粗鲁骂万子林 爷的好朋友被算制了母狗 在遭网友指责后 刘启恒甩锅网友恶意解读 迫于压力她删掉了这条微博 与此同时 屈储销的老铁高志平 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饰演吴百松 和张佑浩三十三世十里桃花 饰演米姑也加入战团 阴昂外气的内涵万子林 一个说你想去红罗四 一个则回复 我们还不会骑摩托车 遭到屈储销的和兄弟们抱团内涵 万子林于是孤立无援了 不路见不平 自有侠士拔刀相助 屈储销前女友李凡下场了 她不但捶屈储销是渣男 并且透露 相恋期间她受了不少委屈 而屈储销曾保证不再乱搞 还大手彼得给了12.3万钱分口费 要求她身处对她造成负命影响的微博 与此同时还诅咒屈储销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多行不义 必自闭 必有一款适合你 算什么男人 屈储销不但否认与万子林相恋 还内喊女房炒作 而一直在吃瓜第一线的余正也沙江出来 点赞了万子林的微博 众所周知 余正一直不待见去储销 2019年流浪地球热饮之后 她就曾内喊过去储销 行脏 并且告诫她应该心血做人 讲真 去储销的人品的确口无多草 流浪地球爆红之际 有网友扒出她的小号 她在小号不但公然侵蚀女爵 还关注一些不肯描述的东西 比如性感的妹子 以及跟踪学等等 至于私生活更是颇为混乱 2019年四月 去储销在媒体拍到 同时约会两名美女 并且与其中一位美女 在家中独处长达三小时 一开始美女的打底群居然不见了 由此可见两人关系 随从平常 同年七月 演员张静怡上传了一张男生的照片 随后网友认出照片中的人 居然是去储销 但是张静怡却秒权了这张照片 因此引起全网热议 虽然有图有真相 但是去储销却从未承认过 要么骂网友狭猜 要么怼狗仔别了 今次连女方都成人恋情 她也想诈骗 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真替万子林和她的那些女朋友不值 诚然 居主销平流浪地球窜红 但对于漫长的演绎之路 却只是踏出了第一步 小长期在娱乐圈打拼 一定要有益德 照居主销这样玩下去 她的事业实在会玩玩 而提起居主销 一直以来观众对她也都是褒贬不一 2019年的一部 《流浪地球》先起 国产和幻电影浪潮的同时 也将23岁的曲主销 推到了观众面前 给连禁亲亲的她 贴上了40亿票 仿男主角的标签 而曲主销的演绎之路 也是在深的上市幸运 2013年以专业第四的成绩 成功耗入中戏 并且成为留天时的学生 毕业没多久 就以男主角的身份 接拍了电视剧 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 当时凭借太子妃 深时记走红的张天爱 都来给她作配 之前的吴阿格 让不少人认识了她 之后曲主销 还和李一同合作了 媚者吴江 也是妥妥的男一号 这一路子一来 曲主销虽然一直撑不上大火 但资源绝对是跟得上的 本来按照这个走向 曲主销就算没有爆红 前途也是不可先亮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之后她却因为过激的言论 成为了网友们叛击的对象 自流乱踢球后 曲主销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本来无人在意的社交平台记录 忽然被网友们扒了个底朝天 而曲主销在社交平台上 却是展现出比较叛利的一面 不仅借小号指 对曲机闯追她的粉丝 称不见不合不拍不理 还发文吐槽粉丝 在接受采访时 曲主销的反应也引来了不少诟病 一旁的记者提出的问题 曲主销一概一步说 不可以来回答 一度让采访的记者十分崩溃 而对于曲主销这过于 率性的行为 喜欢的粉丝会认为是个性 而不喜欢的则会觉得她耍大牌 与心目中的行销落差太大 不符合公众人物的表现 不仅如此 曲主销用小号评论网友评价 一阳千玺的博文 也被认为是在蹭热度 事情的起因是 该播主持一阳千玺 要比TFBOYS的另外两个成员要高档 随后曲主销的一个意味深长的 O 让网友们对此开启了解读模式 不少网友认为曲主销 是在碰瓷热度较高的一阳千玺 再加上她平日里 常有贬低爱豆转型当演员的相关言语 曲主销的此番行为 也引来了诸多网友的不满 或从口出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虽然后来曲主销也已经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不想被束缚 也不想被认为营销人设 以此告别自己的小号 就连曾经的老师刘天时 都亲自下场忙的解释 表示没有人生下来就都是优点 而网友们则是放大了曲主销的瑕疵 话虽这么说 但曲主销毕竟是公众人物 如果自己都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的话 又怎么能让观众发现它的优点呢 而一番风波后 曲主销的观众语言的确大打折扣 热度也有了明显的下降 近期还陷入了被解约换脚的传闻 事情的起因是2019年年末 有媒体爆出曲主销将与迪热巴合作出行 长歌型的消息 只是官方史实没有表态 网友们也只是猜测 而2020年3月 又有媒体爆料称 由于曲主销与经纪公司不合 长歌型男主被还成了吴磊 随后吴磊先生开机典礼 似乎也是印证了这一传闻 3月27日就在长歌型开机的前一天 曲主销与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完 称 感谢力挺开机胜利 接着补充说 为了对账工整 少打了一个字 应该是祝开机胜利 还用Happy Day 暗训其原经纪公司 同时这一番表态被认为是 亲自下场证实了被长歌型 替换掉男主的传闻 可以说是非常刚了 不得不说从40亿票房男主角 到如今不断因为言论遭受抨击 曲主销的演艺之路 可以说是如同乘坐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 但是换另一面来看 作为新生的艺人 却任由自己 性格肆意放飞 也是注定曲主销的演艺生涯 格外齐取 只是比起过往耿直 如今才被曝光恋情 立即反嘴 还遭遇同行女生的隔空暗粉 这一迷惑场面 也着实成为娱乐圈的新锐谈资 这一出单方面分手的连环反转背后 拥有好的起点又体会过连环下挫的 据主销 或许真的应该趁这机会 复盘与自行一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